通常我们在脸书上面要有图文并茂 而且希望点下去的时候可以连结到这个Blog文章 或者是你的网站的该篇文章的时候 这个做法呢 我这边直接示范一下 如果说 好我现在先点这个网址 我现在点这个网址 那我这个Blog里面 这个Blog网站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因为我这个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影片 它是个YouTube影片 那既然是YouTube影片的话呢 Facebook他不会直接抓 不会直接抓这个影片来当做图片 那所以呢我是另外 这其实是一张图片 它不是影片 这其实是一张照片 我自己把它拆下来的一张照片 那我怎么做 如果这个是目前 目前这个是个人的首页 不是粉丝团 目前是个人首页 假设 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假设我贴的文章 我把这一页 单一篇文章 这个网址 我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把它贴到脸书 自己的个人首页 不是粉丝团 把它贴上去 这时候呢 它会自动去抓这个网址 的图片 那为什么抓到这张图片呢 因为这个网址里面 这个网站里面 并 这个是影片 底下这个也是影片 所以这篇文章里面 其实并没有照片 没有图片 只有在下面有图片 这个 这个是图片 这个是图片 只有这两个是图片 所以呢 在脸书里把这篇文章 网址贴进来的时候 它能抓的只是抓到图片 没办法抓到影片 所以你看 它就是这张 这张照片 这张图片 跟这张图片 就两张可以给你选而已 没有别的了 但是呢 如果你 如果你这样子就蹬出去的话 你会发现这图片 不是你要的 这图片不是你要的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在这篇文章里面 是有一个图片 是插在这篇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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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譬如说我去看一下我的 其他文章 有没有图片的 因为我最近放的 都是影片举多 这个都是影片 OK 这边有影片 然后底下有照片 底下有图片 底下有图片 好 那我们就用这张来做翻例好了 我把它点开 点到这篇文章 的网址 不是首页 不是首页 这个网址 不是哦 是这篇文章 内文的网址 所以这个内文网址 是一整串 好 再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到脸书来 先重新整理 回到我的首页 离开此页 点一下你自己的名字 就到你自己的首页 把它贴上去 OK 你看 它就抓到了照片 你没有办法自己选择 我先不要公开 我把它设定成指线本人 可以读取 我把它发布出去 你看 好 那如果人家点张照片 反正就点这个四方框 点下去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连结到 这篇文章来 连结到这篇文章来 好 那有时候它没有办法 直接抓到两张照片 所以 没得选 像刚没得选 就只能抓到这一张 没得选 那是脸书自己的程式去抓的 你没有办法决定 你没有办法决定 但是有一种状况 是你可以决定的 有一种状况是你可以决定的 什么状况呢 好 我一样 我一样 一样是刚刚这串网址 把它复制起来 我这时候呢 不要贴到个人的脸书 我把它贴到粉丝团 粉丝团 粉丝团怎么进去呢 OK 把它点开 那我这边有很多个粉丝团 OK我选这个 网络型叫SOP 这个粉丝团 我建的这个粉丝团 粉丝团就是能够按赞的 那个就叫粉丝团 它不是加好友 它是按赞的 那在粉丝团里面呢 我就可以一样 把网址贴上去 贴上去的时候呢 它还是一样抓到的一张图片 没有错 但是 它这边会多出一张照片 一张那个上传图片的框框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比如说 我随便选一个 这个 我这边把它公开出去好了 所以我去选一篇 真的我要用的 我真的要PO出去的文章 好我就选今天的 这个 一对一咨询 这个是我想要PO的 5月27号 好 这一篇呢 这一篇的是两个影片 里面也没有照片 所以会产生什么后果 你看一下 复制起来 然后 重新整理一下 好 把它贴上去 这时候呢 它会去抓 因为它抓不到 没有其他照片嘛 刚刚是两个影片而已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粉丝团有个好处 就是这边有个上传图片的功能 你就直接点上传图片 然后去上传一张我想要 我想要代表这篇文章的图片 好 我就把它开启 图片就上传了 OK 好 图片就上传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直接按发布 当然你在这边可以写一些文字 这边可以写一些文字 就是 刘美摄影师的网络行销咨询 一对一 好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把网址删掉 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底下这边已经形成了 这边是可以点点击的 然后这边也可以去修改你自己想要的文字 这边点一下 也可以想要修改你自己要的文字 OK 然后我就把它发布出去 发布 好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点击这张图片的时候 或是点击这个文字的时候 点下去都会连结到哪里 都会连结到这个网址 OK 就会连结到这篇文章 所以呢 我们常常利用这种方式啊 就是 导流量 像我的脸书粉丝团目前有 3000多个赞数 3000 1500多个 我的 我的个人 个人账号是3000多个好友 那我的粉丝团是1678个赞 那 脸书的赞 其实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用啊 这个我们在脸书那个单语有讲过 因为你po文章大概只有6%的触及率 有6%的人可以看到了 你看 本周贴文触及人数才497个 1600多个人 结果 已经 一个礼拜都快过完了 才400多个人看到 这比例很低啊 而且还不见得每个真的看到 不见得 只是有少过他的那个页面 但是那个人不一定 不一定在啊 当下不一定在啊 就被洗板洗掉了 所以一般脸书的粉丝团 我们的功能就是用来打广告 因为打广告一定要有一个脸书粉丝团 然后第二个功能是他很容易被搜寻到 在Google很容易被搜寻情搜到 比如说网络行销SOP 你去搜寻这几个字好了 搜寻这几个字 贴上去 好你看第一笔就是网络行销SOP 第二笔是我的部落格 你看这个网址就知道了 这是我wordpress.com的部落格 第三笔是我在皮克邦的部落格 我还蛮多地方有部落格的 哈哈 这是因为我傻网嘛 傻到全世界各地都看不到我的网站 傻网 这是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做这些工作 那第一篇其实就是 你看点一下就是粉丝团有没有 所以去建立一个粉丝团最大好处是 他容易被搜寻到 那藉由被搜寻到的优势呢 你在里面去po文章 然后再把这些文章导入你的网站 这可以增加你的网站的导入量 那网站导入量最大好处就是 让这网站的SEO加强 SEO越好的话将来搜寻的排名 关键字排名就会在同页的前面 所以谁比较认真做这件工作 谁就越容易排到搜寻引擎的前面 OK 所以这个方式呢就是 把网址跟你的照片 可以变更你的照片 然后点击照片之后呢 就直接连结到这个网站的方法 就是这样应用的 那刚刚有讲过 这是在粉丝团有办法这样上传照片 那如果是我们回到刚才的个人账号 个人账号就是不行的 就像这样子 他只能够抓到他自己抓的照片 没有办法去变更你自己要的照片 那如果你硬要变更呢 他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之前po的一张 你把它点开 它是不会直接跳到那个网站去的 所以我只能够怎么做呢 我只能够把网址放在旁边而已 那一般人他会点照片 点照片之后不会跳到你的网站去 只会按这个才有办法跳到你的网站去 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比较不会去按这个 所以这个触及率就降低了 所以用脸书的粉丝团是比较方便的 做到我们想要按了图片就连到网站的那个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